维格汽车旅馆走的是高档路线 奢华装潢是许多镇商名流最爱的旅馆之一 不少人的名声也是败在这里 像是前立委吴玉神2009年被拍到 和美女钢琴师来维格优惠 今晚第一时间她出面道歉 只显得是王后的政治之路 轮腿受挫 再来就是名厨阿基斯 2014年被周刊爆料 和熟女粉丝上摩铁 去的也是维格 主打高档奢华风格 维格精品汽车旅馆装潢高规格 和另一半培养情趣 也荣登镇商名流最爱的旅馆之一 但不少人的名声也是败在这 2009年前立委吴玉神被周刊拍到 和美女钢琴师赴维格优惠 尽管在第一时间认错 但爆出婚外情重创形象 影响政治之路 2016年再争取连任立委 以失败收场 把外遇当成巧遇 2014年阿基斯被拍到 和熟女粉丝滑进摩铁 去的也是维格 阿基斯超瞎解释 更被网友大算是难忘的开房 名人录第一名 名人被爆开房上摩铁 也扯出婚外情的恐怕还不少 前司法院副院长陈仲摩 被侄己和一名女子共同出入汽车旅馆 因此丢了官位 被拍到和助理上摩铁 往事件第一时间 变称是选民服务 摩铁偷情的经典 非他莫属 上知名旅馆优惠 名人风花雪月数不完 一举一动可怕也格外受到关注 这台北继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